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全台各地天气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我们东半部地区云量消火比较偏多 还有基隆北海岸附近有一些局部临行的短暂阵雨 那么其他像西半部各地的话 其实今天都是可以看到阳光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天气 预计可以持续到明天的白天 明天的这个傍晚下午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华南附近有一些云气深层 慢慢地往东面移动过来 那么到礼拜天以及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台湾就会受到这一波华南云气 这附近到我们台湾附近的话 可以看到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云量都会比较偏多的这个影响 那么接下来礼拜二到礼拜四的时候 预计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我们台湾附近还是有一些水气 接下来下礼拜四礼拜五可以看到 在这个华南附近的我们台湾 有一道封面云气会逐渐往东面移动 那么目前看起来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五 到礼拜天甚至到下礼拜一 这个下下礼拜一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那么这一波封面的话 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是进入到五月 就是已经算是梅雨季了 那么这也算是梅雨季里面的 目前看起来结构比较扎实的一道封面云气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下个礼拜的周末的这个天气 可能会受到这波封面云气的影响 天气会比较不稳定 预计全台湾可能都会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雨势 但是因为时间还比较长 比较久一点 所以还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也提醒大家有规划一些行程的话 或是下礼拜的话 要持续关注这一波 这个封面云气的一个发展跟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在降雨的区域方面的话 明天的白天 大致上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云量没有很多 就我们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争雨 接下来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 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就要留意这个黄南云气的一些发展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因为这个黄南云气 它的一个发展的话 算是比较零散一点 有时候是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是比较不确定性 是比较高的 但是目前看起来 应该是全台湾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所以这个规划 礼拜天到礼拜一行程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整个天气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外来四天的一个降雨的区域跟范围 那么礼拜六的话 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预计下雨几率会是比较偏高 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其实全台湾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但是因为整个风向来说 还是以这个偏东风为主 所以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还是比较偏高 甚至可以看到局部地区 雨是可能会相对来说 比较明显一些 礼拜二的话 随着这个南风增强之后 整个云气再往北边 北宜 北台 所以我们台湾附近的话 会这个降雨的情况 会比较明显缓和 但是山区还是要留意 会比较容易有一些 这个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的部分 那么未来几天的话 这个温度低温 在我们北部的话大概是21到22度 高温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在礼拜一之前 是25到28度 礼拜二开始 因为南风逐渐增强 所以整个温度 可以上升来到31到33度 甚至整体的感觉来说 会比较有这个夏天的感觉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那么来看一下 在中部的话呢 低温大概在23到24度 那么白天高温 礼拜一之前 大概是28到31度 礼拜二的话呢 也可以慢慢地 上升来到32到33度 也是有点这个夏天的感觉 南部的话呢 低温大概是在26到 这个27 28度 白天高温也是 礼拜一之前29到30度 礼拜二 礼拜三可以来到31到32度 另外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基本上都还算是稳定 东半部地区 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另外在这个中南部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可能达到橘色灯号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明天白天的天气 跟今天白天是比较类似 一样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局部零星短暂震雨 西半部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山区要稍微留意 我后来震雨 我们的高雄屏东附近 还是要留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这个橘色灯号 所以最后的话几个重点 提醒大家 明天西半部 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稳定一些 那么有点这个热的感觉 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偏高 礼拜天到礼拜一转成云多 由于了天气 最主要是华南云溪往东边移动 所以水气跟云溪的话 稍微比较偏多一些 各地降雨几率都会稍微比较提高 下个礼拜到礼拜四的话呢 是比较晴朗炎热的天气 水气也比较少 但是要留意山区比较容易 午后雷震雨 那么另外在东半部地区 过来几天因为都是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呢云量都会比较偏多 也都会有这个下雨的机会 所以前往东半部 或什么东半部的朋友们 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多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